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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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汉传佛教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的组成部分 它同样的也是全世界对佛教文化都是认同的 所以中国文化如果要走向国际 其实汉传佛教大有作为 可以造为一个很好的文艺 珠海学院的佛学研究中心是我们最尊敬的 李卓芬教授创立的 同时他也创立了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 这创立了两个佛学研究中心 应该意义上来讲还是蛮殊胜的 这一个讲座还有一个特色 李卓芬校长他既是科学家也是佛学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听过他的很多讲座很喜欢 具有一种非常开阔的交叉学构的视野 个人与一种不太相同 李卓芬教授他的头衔特别多 他最主要是低着技术理工程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 驻海学院校长 香港大学邀请于学术馆长 以及法治基金会的副主席 李卓芬教授著等生 特别是在佛学方面 比如说信无话哀啦 活在当下 禅师与读花 佛志尽松 清安自在 爱人精进 卑志行愿等等等等 他的佛学造诣不仅仅是很深 更重要的 他是把佛徒的智慧化作人生的一个 机器向上的一个动力 我们呢 今天呢 李校长给我们讲 帮助给我们真的 这为一个开头 是我们的负报 现在呢 我把时间呢 留下来 有请李校长 谢谢 谢谢金法师 谢谢赵老师 谢谢各位老师 感谢 今天晚上啦 主要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宏观的介绍这个八中 就等如是一个 一个盛宴的全菜吧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八中 这样 今天晚上我们希望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里讲的叫徐唐八中 怎么叫徐唐八中呢 就是中国佛教的八个那个中派 大家就知道佛教是从印度传到我们中国来的 那佛教啦 呃 传播啦 也不单是来中国 他也去 呃 亚洲的其他地方 大家看到了这个地图啦 就表示佛教啦 有三条主要的传播的路线 那往北走了 呃 我们叫北传佛教 就去了亚洲的中部 中亚西亚 然后呢 往东就去了我们中国的 当时叫汉地吧 汉人住的地方 从中国啦 也传播到那个 呃 韩国啊 朝鲜啊 呃 还有日本 呃 还有呃 东南亚的越南 那这个呃 地区啊 北传佛教的一个地区 包括中国大陆 呃 日本 呃 朝鲜半岛 还有越南 我们叫叫这个叫 汉传佛教 那那个 汉传佛教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了 大概是两汉之间就是西汉跟东汉 呃 呃之间大概是两千年前 初传到中国来 那 佛教往南边的全部 我们叫南传佛教 传到西里兰卡 传到东南亚的缅甸 泰国 柬埔寨 这些地方呢 其实 北 北传海岛 就是 公元圈两三细节 已经开启全报道 这些地方 这个叫南传佛教 大家还看到一个 呃 去西藏的传播的路线 我们叫 那个 藏传佛教 传到西藏的 那个 那个 就比较晚一点 呃 大概是 公元九世纪 十世纪的时候 就 比较大规模这样传到西藏去 就是 最早的是南传 呃 时候就是 北传 呃 第三 就是那个 藏传这样 好了 那 那 传到 中国来了 呃 呃 呃 是两汉之间 大家看一下 这里 呃 有一个图表 呃 佛教的 唱造者 这个 唱起人 是西藏牟尼 西藏牟尼呢 是 公元前 五百 一十一年 出生的 呃 印度的 就 那个时候的 印度了 呃 呃 我们叫一个邦国时代 这个邦国时代 这个 大家看到 这个 这个邦国时代 就是他 他有很多的 小小小的 承邦国家 呃 还还不是统一的 呃 西藏牟尼就在那个时候 呃 出生 之后呢 就八十年以后 就就 就 又灭了 就我们 就佛就去世了 呃 到了 呃 佛灭又灭以后了 就 他的弟子 就把他的那个 那个讲的 那些 呃 佛法呢 整理 为佛经 就经过好几次的戒指 呃 就变了 我们今天的佛经 嗯 那就 佛教的印度呢 呃 呃 起源于邦国时代 到孔爵王朝的时候 就是阿语王的时候 孔爵王朝 阿语王的时候呢 就 变了印度的国教 就 那就 阿语王就是一个 呃 就信奉佛教的一个 一个 印度的国王了 呃 到了 呃 印度的 贵双王朝的时候 英语叫 Kushan Empire的时候 那 印度的佛教 就呃 呃 进入了我们叫 大成佛教的时代 佛陀呃 呃 在世 还有佛陀去世以后 那段时间 是最早的佛教 我们叫早期佛教 也有人叫原始佛教 后来呢 呃 呃 大家对呃 佛陀的佛法的教义了 呃 呃 有些可能 不同的重视 不同的 的理解 慢慢就分为 布派 佛教 就是不同的 不同的 呃 教团 呃 可能有不同的重视 呃 不同的教理 总的 总的来说都是佛法 不过 分不同的 宗派这样的意思 然后呢 公元一世纪左右 当时呢 印度呢 呃 纪念了这个 贵双 王朝的时候 原始顺空 呃 这是 呃 佛法 呃 那个 那个 时期了 呃 呃 也出现了不少的佛经 呃 在我们今天 呃 知道的 大波野经 涅槃经 法华经 华严经 净土山经 金章经 呃 灵严经 维摩经 等等 这些 都是 大乘佛教 第一期的 呃 经典 这个 大乘佛教的第一期呢 大概是从公元一世纪 到 四世纪 这样 呃 呃 那个时期就出现了那种叫 我们叫波野系列的经 除了经以外呢 呃 呃 佛教的戒律 还有一些 高中大德 他们写的 对佛法的理解 就 写为 论 有豪子版的 呃 呃 经论 讲 中观啊 呃 那些呃 那些观点 呃 包括 中论 十二门论 百论 大制度论 等等 这个都是大概公元一世纪到四世纪的呃 呃 大乘的经典 到了公元四世纪左右了 就这个大乘佛教就慢慢的进入了维师旗 维师旗呢 维师旗呢 主要是呃 呃 呃 一种佛教心理学的那种一种 呃 呃 学理 呃 他也有一些 一些 维师的经典 呃 《瑜伽四地论》 《解心密经》 《卸大成论》 《维师二十众》 《三十众》 还有后来 呃 《玄奘法师》呃 呃 《编的》那个《成维师论》 这些都是维师旗的一些重要的经文 我为什么提这个呢 因为这些经典了 后来就传到中国来了 陆陆驻驻传到中国来 翻译出来以后 就发展了我们今天要讲的 徐唐八宗 这个八个宗派 他们都是 就是依据 这些经典翻译出来 而成立的宗派 好了 呃 到了公元 呃 大概 呃 五世纪末 那个大成佛教的 那个密教 就慢慢出现了 这里提到的 大概 AD五百左右 这个大成佛教慢慢就 受到 印度教的影响 呃 就慢慢的发展了 那个密教 匿密的密 到了七世纪以后 整个大成佛教 印度的大成佛教 基本上就是 那个密教 来主导的啊 那这个跟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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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佛教 我刚才讲了 就是两汉之间传到中国嘛 那就是两汉之间大概就是这个时期了 呃 呃 就传到中国就是汉明帝的那个时代 呃 传到中国来 那个是大成的那个波也奇的 到呃呃 呃 传到中国以后呢 那我刚才讲的 这一一堆的经 还有论 就陆陆就陆就 就传到中国来了 那就 就有一些呃 呃 证言 就把这些呃 大成佛教的经典 翻译为语经 包括大家可能听过的 哥摩罗旨 哥摩罗旨在新疆的库车 当年叫 秋之 那我回头再详细的给大家介绍 就是 先有了这个大成的经典 传到中国来 之后就就就就翻译 这样 到了唐代的时候 也 也 呃 也不断的翻译 玄奖法师 大家都听过唐三藏 他就是去印度 主要是实习 维时期的经典 把他们带回中国的长安 然后翻译这样 那就呃 呃 这个大成佛教了 到了公元十四级左右吧 那 那就伊西兰教了 就就 呃 就占领了 整个印度的 呃 北部了 那就佛教的 僧人呢 很多 就 就去了西藏 那就 藏全佛教就是 就是那个时代 就发展起来 就是大概就是这段时间 好 刚才提到 大成佛教的经典 陆陆就住 就传到中国来 就呃 发展了 这个 呃 佛经的翻译 这个这个 这个很大的一个工程 为什么要把这些佛经 要翻译出来呢 大家想一想 呃 呃 印度来的 西域来的 中亚西亚来的 一些 僧人 他们 想到中国 汉地来 全佛佛教 他们来了以后 来到长安也好 洛阳也好 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好 他们头一个需要做的事 就肯定要跟当地的信众沟通 那要学习当地的语言 也需要把他们的经典 翻译为当地的文字 就是说这个翻译的工程 是非常重要 这个也不单是佛教的全部 所有的宗教的全部 都有这个翻译经典的过程 我这里有些图表 介绍一下 佛教东传到 中国以后 参加这个翻译工作的一些 证人 我们说佛教是 东韩初年 初传到中国 来的一些证人 一些印度来也好 中亚西亚来的证人 他们来了以后 很多就开展这个翻译的工作了 你看到后汉的时候 就有一批证人 我们叫他御师 就是专门翻译佛经的一些法师的名字 有个安系高 有个基楼加畅 安呢 就代表这些证人是从安试过来 安试就是当时的波诗嘛 诗啊 代表当时的月姿 月姿是什么呢 我回头再给大家介绍 就是这个证人的名字的头一个字 你大概能猜上 就是反映他们 反映他们是来自印度啊 或者是西域啊 中亚西亚的哪些国家 康就是来自康居了 康居就是中亚西亚的那个 什麽康那一带 朱大利 朱天朱就是印度来了 这意思 就是从事这证人的名字的头一个字 你大概能猜上 他们是来自 西域或者是印度的 什麽地方 大家从 后汉或者是东看开始 那 魏晋南北朝 一直都有很多的 僧人 从印度 从西域 来到我们中国 就开展这个 佛经的翻语的工作 然后你看 那第二个表呢 就一直到那个 时代都有 就每一个朝代有什麽 呃 参加这个翻语的工作 呃 大概也 这里都有个简单的介绍 到了唐代呢 就更多了 就 十堂是一个 呃 呃 已经的一个一个非常 繁忙的一个 呃 阶段 唐代是一个高峰期了 宋代也有 一直都有 这个图表呢 这个图表呢 介绍呃 历朝历代 翻译了多少 的佛经 那个你看到东汉是三十五步 五十二卷 对吗 那还是比较 呃比较可观的 最多还是唐代 你看到唐代呢 三百七十多步 两千多卷 嗯 这个翻译的工作 呃 可以 分开三个阶段来讲 最初的时候是从 东汉 呃到那个西境 呃 就跟刚才给大家报告的 这个工作主要是 呃 印度啊 西域来的征员 呃或者是有一些 呃 这个中国证员呃 呃能听懂他的 呃这个印度话 或者是西域的话 就把它翻下来 呃 其实在印度 没有这个四十二将军 其实是呃 呃有有些来华的证员把 把佛经里边的四十二段抽出来 就变为这个四十二将军 那就 呃 呃 呃 这个翻译的工作呢 开始的时候呃 肯定也不容易 不过还好 就呃 得到那个王家的支持 呃 当时呢 到南北朝的时候 呃 无论是北朝也好 呃 北朝那个虎活十六寡的也好 南朝这个宋齐良存也好 徐长欧也好 唐朝也好 都有不少的丈夫的支持 那慢慢呢 这个翻译的工作都越来越好了 最初是职业 就是 direct translation 在这意思 慢慢呢 就呃 那些呃 来中国的征员 他们的中文水平越来高了 他们写的中文水平也越来越好了 不过呃 在这个翻译的过程中呢 也有发现了有很多不容易的事 要需要不断的总结经验 呃 把这个翻译工作都做得好 讲这里提到的呃 呃 我们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高中大德 叫大大安大师 他就主题了呃 呃 那个翻译场的这就呃 呃 王帝支持的翻译场的工作 呃 翻译了很多的呃 经典 呃 翻译当然不是一两个人呢 是整整整一个团队 有时候是好几百元这样一块来来翻译 那个 到了 呃 呃 那个唐朝的时候 呃 刚才提到 呃 唐朝翻译的两千多转的佛经 呃 翻译的主要是呃 中国人 呃 就更多了 就出现了呃 呃 有名的玄奖法师啊 鼻空法师啊 义政法师等著名的 议师 翻译佛经的大师 呃 呃 宣传的翻译的那个经验里面的总结的 有些地方呃 呃 你可能很难 呃 按文字来翻 呃 呃 比方说 呃 佛经里面提到有一个名字叫Borea Borea Borea呢 有人翻译 呃 智慧 不过他其实也不是呃 呃 我们传统的那种呃 呃 讲的智慧 他 他是一种佛法里边的智慧 呃 呃 有些名词啦 就是 你 去找一个中国的名词啦 就 还是 还是 不一定能 呃 反映他的一个原意的 那就是 呃 最好还是 维持他这个字 在 在 保持着他的他的那个字 是这个意思 呃 呃 这种呃 经验 慢慢总结出来 总的来说就是 早期的 呃 呃 就 不一定是最好的 呃 越来越好 就呃 呃 有好几个 呃 重要的 呃 那个意思都是翻译的非常好的 他们翻译的佛经 流通量都是非常大 流通 全国的 呃 呃 我这里给大家介绍 呃 几位翻译佛经的 呃 有名的法师 呃 有一位是 朱法慧 朱法慧啦 呃 呃 他这个凡文叫 达马拉斯卡 就 汉语的意思是法慧 你记得看呢 这个 就法慧的是 是越之国人 喜之敦王俊 呃 呃 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呃 简单的介绍一说 那 敦王俊 大家都 大概都知道 就是 呃 就是我们中国 现在甘肃省 西北部 敦王的呃 那个 市的附近 也带着敦王俊 那这个 呃 法师 就仿佛 怎么会 戏居 敦王俊呢 就是 他原来 是就越之国的 越之国是 在什么地方呢 我回头给 大家呃 介绍一想 越之国 越之国 呃 来的那个 那个 那个 他的翻译工作 也是 蛮 蛮 蛮可观的 他也说了 一百多百 三百多整的 那些 早期的佛经 主要是 柏尔旗的佛经 呃 呃 呃 翻译了 呃 法瓦经 的 早期的版本 叫 静法瓦 静法瓦经 维摩经 还有 发言经里面的实体品 这个实体品啊 哥摩罗兹后来也 也翻译过 就是他翻译了不少的 这个佛经 这里提到他原则越之 生长在敦王 就是 他是 他是个老外 他就生长在中国的那个 呃 敦王 他是 主要是翻译就是 波也 性空学 方面的佛经 好了 这个 这个 这个字是什么 啊 这个是 呃 就法瓦翻译的一些佛经的 一个 呃 比较早期的一些 墓印的 盘版 你看到他 当年翻译的 这些 经典 刚才提到这个 越之 越之是什么回事了 因为我们今天讲那个 学堂巴中 呃 要讲巴中的那个 那个起源 他的那个 毅力 也要讲讲他的历史 呃 这个也有记了 其实是一个 古代的一个 游牧民族 他最早出现了 其实 还是在中国 在中国的哪里呢 在中国的 河西走廊 就是甘肃 甘肃上 齐连山 那些草原上 的一个 游牧民族 一般相信 越之的 源头 还不是甘肃 他可能是 四千年前 从那个 南哥罗斯草原 牵过来的 人欧愉睿的 有没有民族 Indo-European Normates 就是大概四千年前 左右 这是 Indo-European Normates 印度 印欧以外的 有没有民族呢 他在 南哥罗斯草原 在 冰壳去过了以后 就在那个 南哥罗斯草原 包括今天的 乌克兰一带 就发展 后来 到了 四五千年前 有一部分 牵到欧洲大陆 变了 欧洲 好多的 当代民族的 这个源头 意大利 西拉 法国 德国 西拉夫 都源于 这些 引欧以外的 有没有民族 也有一部分 东迁 到新疆 到 河西九郎 来的河西九郎呢 我们 叫 越之 那在河西九郎的 北面呢 有匈奴 大家都记得 这个匈奴 当时 也是蛮凶的 那个匈奴呢 就把这个 越之的 就打败了 越之王 也 给他杀了 那些 有我们民族呢 打不过 匈奴 北方的匈奴 他就大概在 公元前 就是一百七十六年 B.C. 就 就 西迁 就这个越之人 就沿着这个 红线 一路 经过新疆 要来到 中亚西亚里达 这个地方 就是今天的 乌基贝克 这个地方 他来到这里 当然 这里当然 也有一些 原来的居民的嘛 这个地方呢 越之人 没有来以前 叫 大厦国 夏就是 夏天的 大厦国 大厦国呢 是什么的 一个国家呢 其实是 大家记得 希腊不是有个 阿里克山大大帝吗 阿里克山大大帝 阿里克山大大帝 那个阿里克山大大帝 呢 就 从希腊 打垮了波斯 伊勒呢 就打到了 中亚西亚 打到了这个地方 打到了这个地方 占领了这个地方 还跟这里的一个公主 结婚了 阿里克山大也跟她 结婚这个地方 好了 他就 就 占领这个地方以后 他就南下印度 然后又拐到 埃及去 就建了一个很大的 那个阿里克山大的 系列的 殖门 大国 他去世以后 他33岁就 就去世了 他的一个将军 就占领了这个地方 就建了一个希腊人的 殖门国 叫大厦国 夏天的大 英文叫Bectria 大厦国就在这个地方 好了 大厦国呢 他就跟印度的 比较 比较接近 阿里王的时代 阿里王就把 一些法师 就送到大厦国 来弘法 来传播佛法 大家如果 研究佛教的类似 都知道 有一本佛经 叫 弥烂陀王 问经 就是那个大厦国的一个希腊王 米兰陀 请教 拿仙北丘 请教佛法的一本经 就是这个地方啊 原来是希腊人的一个殖民国 叫大厦国 阿里王的时代 佛法就传到这个地方来 他就受到这个佛教的影响 那个越智人来占领了这个地方以后 他就建了一个叫贵双帝国 这个贵双帝国 这个贵双帝国的版图呢 就包括了印度的北 北部 后来又往南 又占领了更多的地方 不过这个帝双帝国 不过这个帝双帝国呢 就除了印度以外了 还包括中亚西亚的很大的一块 包括接近我们中国新疆的一部分的地方 这个就是贵双帝国 我刚才开始的时候 不是给大家报告吗 这个大厂佛教呢 就是在贵双帝国的时代 贵双王朝的时候 这个就是贵双帝国的版图了 贵双帝国呢 第三印的国君是一个有名的转轮王 佛教的转轮王就是 他皈依了信奉了佛教 信仰佛教 他不但信奉佛教 而非常努力去全部弘扬佛法 他那个国家里面 佛法的非常的非常的信奉 他做的一些金帝 go coin 这个金帝的一面就是这个 卡地双帝家王 是这个样子 是一个大胡子 你看到一个大胡子 游蒙民族就是穿这种 裙子有个裤子 这种的这种的服装 你看这个大胡子 不再讲我们的汉人 他是越之人 越之人打到去那个大厦国去 占领了大厦国 就建了这个贵双王朝 那你看他还是一个被子高高 大胡子的这样的一个老外的样子 这个金币啊 可能我们有些嘉宾 今天晚上的嘉宾可能去过 英国的那个伦敦的大英博馆 你进这个大英博馆的楼下一层 你就能看到这个金币 这个金币的一边是这个王帝老子的样子 后面呢 后面呢是这个样子 那你可能不懂这个文字这个波动 那你你都能够猜想这个是 一个立佛 那个佛陀的一个样子 就是这个王帝呢 他信奉的佛教 一面金币的一面是他自己 后面就是这个佛上在后面 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佛教徒 他在位的时候 贵双印度化 就是他占领了印度呢 他的 对宗教非常的宽容 就 经常跟一些高中大德来交流 包括龙氏菩萨 马明菩萨等等呢 都经常是他的座上的贵宾 他训奉大强佛教 而且努力去推动发展大强佛教 其实大强佛教 就是在贵山王朝的时候 来发展起来 那那个贵山王朝的人 这是原来的大狱姬嘛 因此呢 我们汉文的这些 历史文圈 就叫这个贵山王朝叫大狱姬 你知道 汉武帝派那个张迁去通西域 不是去找大狱姬吗 为什么去找大狱姬呢 那大狱姬当年被匈奴打败吗 那汉武帝呢很希望 能找个伙伴 来找个伙伴 共同来对付北方的匈奴嘛 他就派这个张迁去找大狱姬 不大狱姬呢当时呢 已经在那个 中亚西亚印度了 就定居下来的 他不想打回去了 因此呢 就没有参加汉武帝那个 那个打匈奴那个邀请 没关系了 就是大狱姬 其实就是贵山 贵山王朝这些大狱姬呢 那我刚才讲那个 朱法慧是大狱姬 其实他就是从贵山那边过去的 其实也不是他过去的 他九上已经过去 当年的西域 就像我们今天这样 有移民这回事的 有人从印度移民到新疆 也有人从中亚西亚移民到新疆 到敦王都有 还有提一下 这个贵山王朝的时候 贵山王朝来对佛教的贡献是非常大 不但把这个佛教弘扬去 把佛教传到中国来 他还发展了非常有名的 剑陀罗佛教艺术 剑陀罗就是 贵山王朝的那个 那个王城的核心地区 包括的巴米扬啊 这些地方都是 都是剑陀罗地区 他们就发展了这个佛教艺术 那个佛教艺术呢 有点像你在欧美国家的博物馆看到 这个希腊罗马的石雕像 为什么呢 那这些石雕像 其实都是希腊工帐 最早做出来的 为什么有些希腊工帐在哪里呢 我不是刚才跟大家讲吗 那个阿利桑大 他打到这个中亚西亚来 打到印度来 他的将军就在当地建了这个希腊的殖民国家 那很多希腊人就定居在哪里了 很多希腊的移民也来到中亚西亚来了 那希腊人 懂得做这种石雕 做这种石雕像 就是现在希腊的工帐做了第一批的这种 石雕的佛像 这个我们叫箭陀罗 佛像这样 那你看 这种 这种历史的故事 不单是亚洲的 还有欧洲的希腊 文化从来就是 就是误动的 文明总是误见的 这个箭陀罗佛像艺术 大家在欧美国家 大都会博馆 集美博馆 大英博馆 柏林的亚洲博馆 旧金山的亚洲博馆 都能看到很多这种箭陀罗的佛教艺术 那周海轩呢也有佛教艺术的讲究 我今天就不讲这些了 刚才提到导安大师提到五四版 他主要就是 他主持了好多人的这个大的这个 一个一个一场 就总结了这个五四本三不一 是怎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 印度来的一些佛经 他的语法上 他这个文字的借口跟我们中文汉文有点不一样 那前前后后要可能要调 那可能原来那个佛典呢 他的文字是很简单的 很很破实的 那就有些中国人就写翻 写的文字好看一点 就认识一下 那可能在认识的修习的过程中 就可能会吸取经文原来的意思 还有一个情况 大家都知道你念新经也好 念很多的经 佛经里面有些话又是重复的 重复的时候呢 那个翻译的人把它删去重复了 那就有跟原来的意思可能有不一样 这个就是导安法师 在翻译的过程中 在久迹这个翻译的过程中 得到的一些经验 因此呢有些是呢 还是要按经文的 正能按经文的原意来翻译 不过这工作也真的不容易 那就 所谓三百亿呢 印度的风质习惯 跟我们中国也不一样 时代变了 那当年讲的东西跟今天 讲的今天就可能不一定能理解 就是 种种在这都是 这是异军碰到的一些困难 第二位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那个 异军大师 哥摩罗子大师 哥摩罗子大师呢 其实是印度人 他的爸爸从印度移民到那个 中国的 新疆的库车 当年叫修治国 还在那里当了首相 都这样 他就 那个 那个 公摩罗子呢 从小都 非常 信仰佛教 他也非常有才华 他就 长期从事那个翻译的工作 就有个 有个特点就是 他由于他的这个佛法呢 非常精通 他的那个 名望呢 非常非常的 有名 那就 有 当时呢 呃 在长安的五湖 十六国的那个秦国 秦秦 秦秦呢 就 呃 那个福建 当王帝的全秦 全秦这个福建呢 大家可能听过那个 肥水之战 在这个 就是那个福建 呃 当时打败的那个 这个全秦的王帝 那全秦的呢 王帝呢 福建呢 非常信仰佛教 他就 他就请了这个导安 来主持这个翻译的工作 就成立的 翻译馆 那导安就给 呃 福建介绍 哎 新疆 苦千那边 超级国那边 有一位非常有 有学问的老师 法师 郭慕罗子 呃 如果你要 呃 学佛法 呃 把这个福建翻译过来 那最好 还是请郭慕罗子 呃 从新疆过来 长安来 呃 帮我们做这个工作啊 那福建就听了 那个 呃 大师讲了 那他就去请郭慕罗子 呃 过来啦 他请的方法也有点特别 他就派一个军队去 把这个秋季国打垮了 就把这个呃 呃 郭慕罗子呃 就送过来 送过来啦 就这个过程中了 呃 就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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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些问题了 就是 好了 那个 这里讲了 就 前秦 跟 建元十八年 福建就派他一个将军 叫呂光 去去打这个秋枝 呃 呃 呃 送到呃 送回来长安 呃 大家知道这个 南北朝的时候 这个北朝 所谓五湖十六国 这十六国呢 呃 呃 每一个国家的时间 一般 呃 存在的时间不长 有些 二三十年 有些长的四五十年 那这个福建 建的那个前秦呢 也一样 那他派那个呂光去 把 罗子请来 结果呢 呃 呃 罗子还没回来 那个呂光还没回来 那个 那个 呃 福建 那个 全秦的 王朝就垮台了 就被一个姓姚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将军 就姚长 就 就取代了 那就是说 呂光的老板没了 呂光的老板没了 他就不回长安 他就留在那个 这个 这个甘肃的 武威 当 当年叫 长 梁州 那罗子 罗子也没办法去这个 去那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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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去长安了 那就呃 呃 就留在那里 呃 梁州就是那个 甘肃的武威一带 留了多长时间 十六七年 十六七年以后呢 那个 那个 姚群 就是后群 就是在长安了 就打过来了 在 就把那个 罗子就 引到 长安 去 以国师 里带 就组结了很大的一场 那罗子呢 就 翻译了大量的佛经 包括我 开启的时候给大家讲的 呃 《大波也经》 《莲花经》 《维摩经》 呃 《阿弥陀经》 就是那个《镜头三经》的其中一经 《金江经》 还有《中论》 《百论》 《十二论》 《大志多论》等等 就是很多这种 《波也经》的 《经论》 都是罗子的 罗子呢 还有个特点 他的五威 留了十六七年 就十六七年了 就 呃 他就没浪费时间 他就利用这十六七年 好好地学好中文 他原来是印度人嘛 呃 那个 库缺的 新疆库缺嘛 他来了两周以后 他就 努力地学好中文 因此了 罗子的中文水平 非常高 他翻译出来的佛经 那个中文的水平也非常高 还有一点呢 就 他在 呃 那个汉地的 梁州的时候 也收了很多的 汉人的弟子 汉人的弟子 也帮他 呃 做这个佛经的翻译 就 把这个文字呢 搞得就更好 这些都是 罗子翻译的一些 包括 妙法零法经 就是我们讲的 那个 那个法华经 呃 金章经 还有 呃 刚才讲的那个 呃 有了这些 佛经翻译以后 就 大家都 都 可以 应征的 就学习这个 经论里面 讲的佛法了 那在这个 翻译的基础上 到了 南北朝的后期 到了 学堂的时候 这些 佛经呢 就 很多都已经翻译出来了 翻译出来以后 就不同的僧团 就 对这些 翻译出来的经论 有不同的重视 不同的研究 在这个基础上 在这个 佛经翻译的基础上 就发展了 我们讲的 今天讲的 徐唐八中 这个徐唐八中呢 就包括 这里提到 三论中 天台中 我往后就 呃 每一个跟大家 呃 诚试这样讲 这里呢 就有些图表 呃 还有一点跟大家讲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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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比较大 如果大家 呃 需要去拿去参考 欢迎大家 你可以跟 周海权的 赵老师 呃 就是 三论中 与天台中 是徐太在 中国东部的 借江省 成立的 其他六个呢 都是在 长安 就是军灾的 陕西省的 西安 呃 或者是附近 呃 成立的 这里呢 有些图表 就呃 介绍 他们 的祖师 祖庭 他们呃 呃 用的佛典 他们的教义 我就呃 呃 这张 这几张是 中科的介绍 那回头每一个 再给大家介绍 我应该说在前头的 就是 尽管是八中 呃 呃 这八中呢 呃 其中 有好几个 是以 许理 以 研究 学问 研究 毅力 呃 为 主干线的 这个包括三论宗 天台宗 呃 娃炎宗 唯士宗 或者是发上宗 都是同一个宗 发上唯士宗 其他呢 像净土宗 律宗 禅宗 禅宗啊 密宗呢 是以收辞为主 就是 不是以研究学问为主 是以 修信为主 这两个 呃 还是有点分别 好 那 回头给大家 每一个 介绍一下 天台宗 头一个 他是 徐太监的 实际的唱词人 叫 智宜 法师 他住在借庄东部的台州 的一个天台山 可能有些朋友去过借庄台州的天台山 他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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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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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是那个天台中的主庭了 天台中得名主要是天台山 嗯 嗯 是 法师 是 他原则是 湖北的呃 京州 华融 呃 那个地方 不过他就在那个 这张的那个天台山国庆市 呃 十多年 他主要的红法活动 都是在呃 那个天台山呃做的 他是天台中的唱词员 呃 呃 后续尊他为天台中第四组 为什么这个唱词员又是第四组呢 这个主要是呃 呃 有一个传统 他是唱这个钟 不过他的老师 就是 就是比他更早了 老师的老师又更早了 老师的老师就到了 就是因此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就是第一组 呃 到他就是第四组 不过他十字的那个钟是他 是他呃唱起来的 他主要是呃 呃弘扬这个法华经 他讲的那个呃 法华经的内容呢 就 他的地址呢 就组织为三大部 呃 叫法华红衣 法华文剧 呃 摸河子官 呃 呃 呃 这都是他讲经的一些记录 是地址整理的 啊 我们刚才不是讲吗 王帝也 也非常尊重他的 这个中派呢 呃 呃 他有他的叛教思想 什么叫叛教思想呢 就是把佛法的内容 分类 分类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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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佛陀讲的经教 呃 可以分五个不同的时期 呃 那是 白元旗 欧凯旗 方等旗 呃 波也 那旗 这是 呃 这个五十啦 就是 呃 呃 我讲经四十五年嘛 呃 有不同的时期 有些不同的中的 那他叛教呢 就是把佛陀讲的那些佛法 分为 分门别类 分的五个不同的呃 呃 时期 不同的阶段 他也有 呃 他也把呃 呃 佛法呢 的内容呢 分为 顿战 密 不定 呃 呃 呃 就是 看他这个 佛法的一些 一些内容 来分门别类 这个就是 我们 汉泉佛教 呃 呃 讲的叛教式上 每一个宗派都有这种叛教 那今天晚上的时间呢 可能就不足以 详细给大家讲 这种呃 叛教的 这种内容 我们知道 呃 往后这十二常的 那个 呃 汉泉佛教的 那个 那个八中的讲座里面 就 不同的专家学者会 可以详细的给大家介绍 那些叛教的内容 呃 第二常呢就是 赵定华老师 给大家讲 天台中 就是今天就 讲这个天台中 还有 人文文大学的 江峰鲁教授 也会讲 天台中的教理 那我今天就 不详细的讲了 智者大师呢 他呃 他有他的那个 呃 判照的一个观点 他呃 有个三观的一个提法 呃 怎么去观空 怎么去观甲 怎么去观中道 呃 这些观了都可以在 呃 自己的心中可以同时可以 可以做的 因此要叫一心三观 呃 佛法啦 他也 把它 同时 呃分为 呃真地 足地 呃中道地 叫三地 呃 都 举一 之三 其中就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是 其中是圆庸 呃 呃在一起的 无碍的 因此叫三地圆庸 这个是智者大师的一些观点 学法 他提到 我们 一个念头 其实是跟 世间上的 万事万物 世间的万上 都能 能拉上关系的 都有 都有各种的 渊源在里边的 呃 呃 因此呢 我们一个念头 就能反映世间的 很多的现象 一起的诸法 是的 而且这种一心三观 三地圆庸呢 呃 呃是智者大师 天台 中的 主要的造译 呃 呃 这些尽管是 是从法华经 从 那个 呃 中观 里边发展出来 不过也是 中国佛教的 一个 一种新的发展 那个大厂的思想 呃 呃 大家如果没去过 那个天台中的 国庆寺 和他的 这个样子的 刚才讲呢 他是 这个学大爷的建的嘛 呃 呃 徐阳帝封的嘛 那就是 我们得叫他一个 徐大的古杀 这个就是 呃 智者大师的那个 呃 妙法林沙经的 那个叫法华 红义的 他 他他他讲经 地址 呃 记录下来的一个 一个 这个 这个是法华文记 也是他讲经 记录下来的 那个 那个 摩子官也是 这个呢 不是在 天台讲的 是他 晚年的时候回到 这个 呃 他 他老家 他老家是 湖北的 荆州 呃 具体地点呢 就是今天 湖北的 当阳 当阳不是有个 玉传寺吗 挺有名的 玉传寺就是 其实就是 自己大师 呃 建起来的 呃 呃 还有个 还有个传说 有有些 呃 书讲呢 就是 智德大师啦 回到这个 呃 当阳这个 玉传寺呢 有一天晚上就 呃 梦见 呃 呃 呃 来报梦 呃 要 要人玩他的头 他不是给人啃了头吗 呃 要玩我头来 那智德大师就 就开 呃 呃 就开开开开开他说 哎 你也砍过很多人的头了 那这人有去哪里去 去找他们的头呢 呃 那就呃 呃 官公就 就就 就得悟了 就以后的 就皈依了 智德大师了 有有这个说法 那就变了 呃 中国佛教的一个 物法神 就是从这个 开起了 这个是一个传说了 好了呃 天台中呃 呃 就我们也讲一下 时代的 第二个宗派 叫三论中 顾名思义 这个三论就是 以三本论著 为基础的 这三本论著呢 就是呃 大成佛教 波也齐的 中论 十二门论 与百论 这三个论 以三个论来 来 来 作为这个 中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依据 那 这三个论呢 都是 哥摩罗子翻译出来的 翻译出来以后 就广为流传 就可以 呃 为 唱这个 三论中 提到 知错 那罗子 就呃 把这些 三论 传给 他的弟子 张孝 张传 呃 然后又再传给 法朗 法朗呢 就在南京的 七杀寺 那呃 这个三论中呢 是一位高征 叫 安吉障 所 所创立的 那个 呃 法朗呢 呃 呃 就在那个 南京的七杀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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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家的地方呢 呃 呃 作为一个主庭 他的弟子 就是这个 职长 那就 呃 法朗呢 之前呢 就是 就是 就公罗子啦 曾少啦 跟此呢 西安的 呃 草堂是 就是罗子 还有曾少的 那个西安的那个 草堂是 也是祖庭 祖庭不止一个的 就是 祖师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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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实是安斯国人 安斯就是呃 呃 现在的波斯啦 伊朗 呃 呃 当时就叫安斯了 你知道东汉的安斯高 安斯高也是安斯国来的 就是 就是 当年的中亚系啊 其实 呃 佛法都是 呃 非常的 非常的 普遍 他的 呃 呃 就讲了十几年的这个三论 这个战长寺啦 也不在 孝庭喜区里边 在一个农村里边 当然我去找也也也不容易找 呃 他的这讲这个三论 呃 还把他的奖经的这个内容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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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教义呢 以真足 二地为总纲 以真道时尚为究竟 地呢 就是真实的意思了 呃 呃 就是如果从法理 那个角度来看 我们叫做叫真地 如果从周边的宪葬来说 这系足地 那足地 就说 我们都看到的事是有的 从经济的找到是空的 就是空不是说没有 空的意思就是呃 陶件存在就有 陶件不存在 因缘不具备 就不没有了 是这个意思 因此呢 一般人看到的东西 我们就说有 不过这个有是有陶件的 有有 有因缘 具备了 就 就就就 就有了 比方说 今天我们 是四月初了 春天 就有 有阳光 有雨漏 有 呃 有各种的陶件 那就发就开了 有了这些陶件 发财开 我就我们就看到 那只说 开发是空 空的意思就是 具备了陶件 这个发就开了 不具备就不开了 就 那这有 这 是有陶件的有 的 因缘陶件具备了 那只说 呃 呃这个树有发没发 其实这个统一就树 师就是空 有些时候有发 有些时候没发 师空不二 都是统一就 统一个树 真足不一 就是这个就是中道的思想 啊这个这个中道的思想 其实是执档法师是 是继承了印度 波野奇 龙氏菩萨 提泡菩萨的 中文学士的 职制的 那个继承者 第三个中给大家讲呢 是 完颜中 完颜中呢 当然的依据就是 呃完颜经 完颜经呢 好多人都翻译过 罗子也翻译过 那个一部分 呃 唐代的时候翻译的 都比较多 他那个唱词人呢 呃 其实 呃是 一个法杖法师 是一个也是西域来的 中亚西亚的 Sama Khan那边来的 呃 来的一个法杖法师 他的主上是那边过来 不过他的 他的老师 呃 也变为 这个中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主事了 就是 呃 法杖法师 是一个 实质的唱词人 他 不过这是 法言中的第三组 他的老师是 二组 他的老师的老师是 十组 是这样 完颜经呢 其实是 就是 佛教的一种 佛景的一种 世界观 就是 描述 呃 佛的世界 是什么 张颜 呃 张颜 清静 是 是这样的一本经 里边呢 就讲到 在那个 佛的世界里边 呃 第三个照片就是 那个 我刚才讲的 法杖法师 呃 左手边的是 他的老师 跟老师的老师 然后就 呃 他的弟子 就是这个 娃元忠的 就是了 刚才提到 法杖大师的 康剧国人 就是今天的 沙马康 那个 呃 乌基贝克 他的 祖父的是 他已经 呃 移民到长安 当时 长安 有很多 从西域来的 胡人 康剧国来的 就以康敬 大家记得 以前有个 抗争会啊 神通很厉害的 这也是 也是 就从那边过来的 他就 呃 呃 呃 就 呃 发展了这个 呃 王元忠 呃 主持了翻译 也参与了翻译 掌经 呃 愣住 呃 是王元忠的 最大的一个 发展者 他的 给那个 那个 武则天呃 呃 当时的王帝 封为 元首国师 因此呢 这个宗派 有些时候也称 元首宗 他的意志就是 我刚才讲的 娃元经也称 大方 广佛 娃元经 呃 佛的世界的张言清净 好 呃 他以 五照来 来做一个叛照的思想 还有一些 十四六上十云三观的中心思想 五照呢 就是他把佛教 佛头讲的佛法 分为五个不同的部分 呃 头一个叫扫照 就是所谓扫成照 呃 就是早期的佛照 始照 就是大成的 初期的照义 中照就是大成的 最后阶段的照义 遁照 还有圆照 那圆满无缺呢 啊 他分类中五种的照 那称为五照 六上 他的伤性 呃 就法上法师说 呃 万事万物都有六种的呃 呃 种相 别相 同相 意相 成相 外相 这六上是同时传在一起的事物中 也同时在 在一个事物之中 呃 一气事物中 也在一个事物中 也在一个事物中 in one thing and in all things 从一个事 还有在所有的事中 都有这不同的一种 一种方法 一种上 一种 一种 同时具备 物容物理 这个是这样 去那个 呃 佛头 张元清静的佛头 有十个法门 呃 法章大师就叫他 呃 玄门 玄妙之门 这个 同时具足 商应门 就是 你呃 呃 你能呃 具备一个 就同时有其他了 等等 呃 呃 每一个埋都能 呃 尽这个 清正 张元的 那个 佛的世界 那个 华元海 这样 这些 这些 这些道理啊 主要呢 就是 呃 显发了 华元经里边的 罚这缘起 事事都 无碍 原有 这种的 概念 呃 这个 尽管 起源于这个 法元经 王元经 但也是 呃 中国佛教的一个 一个创新 呃 也是 大成佛教的一个 一个发展 那有关这个 华元宗呢 北京大学的 王中老师 会给大家 详细的 呃 讲这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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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观啊 六想啊 这些道理 会详细的给大家讲 那那我就 今天就不详细再重复了 这个就是 长安的这个 呃 呃 华元寺 就是华元宗的祖庭 法上宗也叫 维世宗 这个宗派呢 是玄章法式 就是唐三藏建起来的 大家都知道 玄章的故事 玄章就 唐初 精管二年 就 就出发去印度 走了三年 才到了印度的那个 哪兰拓大学 去学 佛法 他去的时候是唐初了 当时呢 大成波也 系的经典 都 大部分都已经翻译出来了 哥摩罗子 他们都翻译了很多 那玄章法式去印度呢 主要是希望去学习 那个 维世 就是大成的 中旗 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 不是跟大家讲嘛 大成 佛教 头一旗是 大成的 那个波也旗 波也的经典呢 唐初已经有了 那就 呃 大成的第二旗 维世旗呢 就是呃 呃 当时在印度就非常流行了 那玄章法是知道 印度当时有这个维世的 那个经典 他就去 呃 印度主要是学习 这个维世的经典 他就带了很多的维世的经典回来 当然也带其他的经典回来翻译 就是呃 呃 跑了 呃 十六七年 之后就回到长安 那长安就有十年的时间 来 组织这个翻译的工作 神章法师还是非常的难得 孤真万里 呃 呃 就为法王区 来来呃 完成这个 重要的一个 一个 一个 红法的翻译的工作 这个就是 他回来长安以后 呃 九节翻译的西安的这个大慈恩寺 相信很多朋友的去看过了 那个 维世中 呃 发生维世中了 他主要是依据了 呃 弥勒 吴者 西清 呃 在印度的 呃 整理出来的瑜伽 斯蒂论 为依据 呃 加上 洪章法师 在 印度 呃 十多年嘛 呃 呃 他都把 学的 维世的的那些 教理 把它 整理为一本书 到 成 维世论 在这个 大师 二无我 为总刚 与 转世 为治 为宗旨 他讲的五法 一叫 明 二上 三分别 四正字 五 如如 明 明 与上 事实行 有违法 皆有明 有上 分别指 人们的主观 能对事物 分别印识 政治 那指 圣人 清静 吴六的 那个十字 鲁鲁的指 十字所对的 真鲁的理解 那个 就是 尊重法师 讲的五法 那 那 三字上 就是 遍迹所之性 啊 依他 取性 圆成实性 这类都有一些文字的解释 啊 啊 那个 遍迹所之性 就是 啊 二取之者 无而为 取我造业 遍迹所之 就是这个 那这个 二呢 依他取性 就是 三字心取 依他原生 明 指去 那这都解释了 他所谓的 三字性 八字 可能大家都 都比较熟悉了 就是 言 以 背 事 心意 必须就是 穆拿 第八就是 阿拉意思 这个 都是 啊 色别的意思 啊 有了这种 心思的意思 就一共 就是八种 阿无我呢 就是 言无我 法无我 就是 也叫我 发空 阿虹 这个 其实是 类似佛教的 一种 心理学 啊 它 里面的内容 其实是 直接 传选了 印度的 五子 世心 那个 维世学学的 具象者 到今天 我们 呃 佛教的 学者呢 研究维世的 学者 还是不少呢 这个就是 玄奘法师 翻译的 那个 成为 那个 解释秘经 维世三字众 还有他 编写的 那个 成为世论的 一些 就是 早年的版本 就 镜头中呢 就是 源于 大乘佛教的 那个 那个 镜头 尚 修 往生 阿弥陀佛的 净土 法门 的一个 宗派 它的 经论的 依据 就是 三经一论 三经就是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一论就是 那个 往生论 是 世仙菩萨做的 最早 提倡这个 净土信仰的 是江西庐山 东陵 庐山脚的 那个东陵寺的 魏阳大师 因此 因此 我们一般 专他 那个 净土的祖师 那就 魏阳大师 以下了 那个 净土宗的 那个 十五位祖师 就 这里大家都能 看到 其实 把这个宗派 组织起来的是 四祖的 宪道大师 这个十五九的片牌是 玉板净土宗的一个片 那在 中国呢 就 二九三九呢 有时候 就不一定 就列在这里 不过他们 都是 跟 宪道大师 就 同期的 唐代的一些 大 宪道大师是 净土宗主要的 创办者 他的 为了这个 净土宗的 那个 那个建立了 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推动了净土宗的那个 发展 也有很多的著重 净土宗的 最受尊敬的一个大师 三经一论就是 刚才提到的就是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往生论》 当然也不止 一个版本 不过最流行的 就是这个版本 那 这种中 大家都 都知道了 就 以念佛 求生西方 阿弥陀佛 极乐净土 为宗旨 那龙氏婆嫂呢 全天分法门 为二道 就是 南行道 二行道 就是 安阳 安阳静土 能成就佛果 能成就佛果 那个叫一寻道 这个就是静土 中 往生西方 西方尽头的那个 那个意思 往生尽头呢 大家知道 也分 九品往生的 就看 我们大家的那个 那个功德 那个 那个修持 来分了 他的一个特点就是 他不一定要通 通 通得这个佛经 也不需要做很多的研究 很多的静坐 专修 只能 只要是 专心念好 这个 南无阿弥陀佛 那就 一心念佛了 就 就有可能 就可以 往生了 就这样 就这样 因此呢 这个法门呢 呃 呃 呃 被造简便 就 最普直 那我们 其他的宗派 今天晚上讲的 其他的宗派 很多的宋正 也有不少 兼修此法 就是 他可能是修 禅宗的 他可能 也同时也修 净土 就是禅敬相修 也有人是禅敬密相修的 也有人是 可能是 呃 天台宗的 他也同时也修 净土 呃 那就与净土为规 因此呢 净土法门 呃 中国的佛教界是广泛的流行 所以 绿宗呢 是 呃 唐代 道宣法师的 做唱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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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了两位大专家 给大家 掌 呃 呃 呃 道宣法师 呃 市分率 有在家婆社界 呃 呃 有出家婆社界 呃 呃 等等 我这里其实有 呃 有些材料是介绍一些 呃 不可能实际关系的一定到八点半 那我可能就不详细讲了 就是这里 就留给呃 呃 警员法师 还有呃 我们温老师讲吧 禅宗呢 呃 呃 大家都知道就是 呃 最早了 就是呃 呃 印度来的呃 德摩祖师的带来的 呃 呃 全魏克 正常道性 到五族的红引 呃 呃 然后六族的那个 魏能就 就大胜了 就 禅宗是中国 和全佛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流 他后来呢 也分出五加七宗族派 呃 灵寺宗 潮动宗等等 那样 传来源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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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来的意识就是境内 meditation境内的思考呢 呃 就把专注呃 呃 放在一个法庭上参照 政务自己本质的心神 他是普特迪摩传业中国的 他的呃 呃 那个佛经的依据就是呃 呃 那么呢 把那个 灵贼经传给二族魏客 那都 呃 六族呢 也叫帝子持重金刚经 但是呢 禅宗呢 就把灵贼经 金刚经作为 禅宗的一个经论的依据 后来呢 呃 六族的 说法 那个弘法的那个记录 也编为六族唐经 也变了禅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典的一点 那禅宗呢 后来就分了很多的宗派 这个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了 啊 六族魏囊 六族大师的那个 六族唐经 这个就是 禅宗那个 那个分支 这个大家可以慢慢的参考 呃 最后讲讲密宗 密宗呢 就是唐代中叶的时候发展起来 因为它是 大家记得 呃 印度那个大成佛教分三旗嘛 头一旗是波也旗 就是波也旗 就是波也信空啊 呃 山楞啊 呃 那个法华经啊 那些那些经 那种中旗就是那个维系嘛 到 呃 后期就是密宗了 唐密 密的意思 它主要是 透过一个 一个 一个 这个老师给一个弟子 呃 来直接的传播 避密的传播 就是呃 不一定传给第三个人 不 老师传给你 你不一定能传给其他人 人 那只说是一种 呃 密宗 就是这个意思 他的经典呢 呃 呃 呃 大义经 金刚领经 这些都是密教的一些经典 呃 他的创中的呃 呃 有好几位呃 呃 来自印度呃 呃 西尔兰卡的那些呃 呃 呃 这个宗呢 以密法奥比 不经灌顶 不经传授 就不能 徐变的传给其他人 原始叫密宗 呃 一般的做法呢 就呃 自己 赚一个 自己最尊敬的一做佛 作为一个修食的一个对象 呃 做法就是要在心口意三叶上 与我们尊敬的那个菩萨 或者是那个佛来上映 我们叫三叶瑜伽 就是自己的那个心 要跟自己尊敬的板砖 就是我们学习的队长 要跟他的姿态一样 他的姿态同一样 守洁印记 口中板砖的真言 我们的意识上 要按板砖的观赏或总指的 想要让自己的三叶 心口意三叶 跟板砖 就是我们的专顶的学习的队长 三叶上映 如果是这样 就能居身成就板砖之身 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就修持 后来不同的密教的分支 也有不同的修法 那就这个密宗 从来在唐代中业的时候 就非常的流行 因此也叫唐密 唐代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瑞板呢 也有很多的显堂士 派很多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 包括一些证人 玉板的证人来中国学佛法 那其中有一位空凯 他就学了这个唐密 就是密宗 传承了金章界 与太章界的那个二部的全秘 就变了唐密的第九九 回到玉板以后 就变了玉板佛教的 金年宗的开山祖师 在高野山修建道场 可能有些朋友去过高野山看过 后来呢 那个玉板天王呢 也是他京都的一个东室 也作为他那个 金年宗的密教的一个道场 那东志传的那个密教 就叫东密 就是我们有唐密 唐密就是中国唐代的密宗 东密就是玉板 真年宗在东世传的叫东密 那藏密呢 就是西藏的密宗了 都有这个分别 这个是西安密宗的主庭 大宣神祭 就是我刚才讲的金刚志啊 不空啊 善无畏啊 他们的那个道场 这是密宗的祖师 这个就是密宗的一个著名的高中魏国 也是那个空凯 玉板空凯的老师 三大高中 其中包括那个不空法师 不空就传魏国 魏国就传空凯 那个密宗首是这样传到玉板去的 这个就是为我传给空凯的一个树长 玉板高野山 就是空凯后来唱剑的那个密宗的道场 我就讲了一个小时四分钟 我记得了 这老师呢就建议我 今天这书之前也讲讲汉全佛教的近代的一些发展 我就总结一下说 这个汉全佛教 我们的八个宗派 今天当然 禅宗 镜头是最普及的 那其他的宗派的研究啊 颜值啊 还是有不少的道场啊 不少的学者在做推动的研究 那我们汉全佛教这个八中了 如果要说近代的发展 我想有几点要给大家报告一下的 头一个就是 我们近代 大家无论是海峡两岸 海外 都提倡人间佛教 就是佛教要面向社会 服务社会 第二条 就是越来越重视教育 我们以前有道场 有些佛学院 现在除了规模比较大的佛学院 还有很多大学 都有 那个佛教教育的课程 那个佛学的课程 不但是 我们亚洲 欧美国家也有很多的那种 佛学的课程 包括哈佛大学啊 Berkeley啊 这些大学呢 都有不少 另外呢 就是我们尽管说 有很多的宗派 刚才提到的八宗 也提到我们有 有壮传佛教 有汉传佛教 有南传 不过总的发展的 方向就是 我们现在提倡 不同的传承 不同的中间 中派之间 物商交流 物件 而且呢 把佛教 让佛教 九项 细节 元甘佛教呢 大家都知道 就 塔西大师 是元甘佛教的 那个 奠基人 那海峡两岸 我们 赵伯老 几十年来 都一直推动 元甘佛教 现在中国佛学 包括 各大道场 都是推动元甘佛教 台湾那边呢 圣仁大师 也是推动元甘佛教 不为余力 差不多每个月 都有元甘佛教的 讲究 有元甘佛教的 活动 不同的中派之间 交流 物件 在我们第五届的 世界 佛教论坛 它的主题 就是交流 物件 中导原容 就是 无论你是南传 北传 汉传 藏传 大家都能 互相学习 互相合作 来 共同发展 大家讲的 其实都是佛陀 传授上来的佛法 那中国佛学呢 过去多年来 一直努力去跟其他海外的佛教的团体 其他的中派交流合作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发展方向 今年呢 我们香港呢 也有不少南北传 对瓦合作的 像我们法官法师 他是南传 不过他在台湾 佛光大学啊 佛光道朝啊 也经常的 这个说法 介绍 那个南传的 不但是在台湾 中国人民大学 也请法官法师 作为人民大学的一个掌握教授 也掌南传的一些 基本的照例 这个对增加南北传之间的沟通 交流合作 还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当然呢 解绍法师呢 也是非常努力 在这方面 他在朱海轩的那个佛学修士课堂里面 有一门课 就是南北传 其实就是 把南传跟北传放在一块 其实 都是佛陀讲的佛法 都是佛陀讲的佛礼 就是这种南北传的交流 还是越来越密切 我刚才也提到 尽管有不同的宗派 不过传境相修的 传境密相修的 其实是很多的 宋代的永明元寿大师 就主张 传境相修 虚文老阿上 也是主张 传境相修 佛光山也是 传境相修 他的主张 一些的佛法 都能帮助我们解脱 谁呢 就在传境共修 佛光山也经常搞一些 传境密三修的活动 在右手边那个 当年我也在 参加过 就是 不同的宗派 都能融合着一起 佛光山如果大家去过 他有个叫佛陀纪念馆 佛陀纪念馆呢 里边就提倡 八宗 建宏 就是刚才讲的学堂八宗 汉江佛教屋中 都可以同时 弘扬 这个是 活动期间的 那个佛陀纪念馆 还是挺夜闹的 晚上也不少 你到那个佛陀纪念馆 你看到呢 他八宗的主师的 这个宿长 他都做出来 就是八宗的那个 那个义礼啊 他都希望能 同时能弘扬 尽管呢 佛光山是 禅宗临寺的 不过这种 八宗建宏的 那种做法 还是比较 比较明确的 天台也是 我们专注的提前法是 他就是 教选天台 行归净土 现在我们香港的一些 天台的道场也不少 也是 教选天台 行归净土 就是 我们 八宗里边 其实 原荣 融合的地方很多 能误补的地方很多 能同时 接红的 那个 的机会也很多 佛教 老婆上 东北三老 当年建了一个 南华 学佛院 他培养了不少 佛门的人才 右手边 右手边 那位 是 星空法师 九十多岁了 今年 是 成长法师 乐度法师 乐度跟 成长法师 都 都 过世了 往生了 星空法师 还在 他们就去了 北美 红法 你看他们有很多 弟子 都是老外 他们都是 去给 华侨 不但华侨 还有 还有 外国人 去传这个 佛教 当然 也有 也有 其他的 在韩国的 崇山 神师 宣发 法师 在 旧金山 他们都 都 在海外 做了不少 红法的工作 那就 汉泉佛教 传到外边了 除了我们 汉泉的 法师的 努力以外了 日本啊 韩国啊 越南的 探圈法师 也做了不少 贡献 日本的 龙 林木 大家都 大概知道 他 他不一定是 称之句 红法 他写了 很多的 有关 长的书 他是 主修英语 他英语 比较好 他用英语 写了很多 长的书 这些书了 现在你到 美国的书店都能买到 流通比较广 影响也不少 包括影响了 大家都知道 苹果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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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曹普斯 Steve 也是经常的 做那个 传修 传修呢 今天就 外国呢 也越来越流行了 有些是 值得到 道场去 参加传修 我们在 温哥华的 那个 东南局 也有不少 老外 来 学佛法 参加传修 也有 这个 平常 他们的工作 在他们的工作点 来做 传修 师少呢 也在推动 传修 来 帮助学生 管好 自己的心 就是 城中 这种传修 的方法 海外还是 现在还是 比较普遍的 不单是 学生 有些警察 也 也做 传修 另外一位 越南的 一位 高中 大的 一群 常事 刚去世 不久了 他呢 也是汉泉 佛家王 他也是汉泉 的 尽管 他在法国 在美国 去做他的那种 弘法的工作 就 他也有不少的 皈依的 外国的历史 也是 做得非常成功 那有不同的方法 有不同的 途径 可以去做 这种弘法的工作 那 我们往前看 汉泉佛教 其实是 还是很有 发展的空间 二十世纪的 一个比较 有名的 一个历史学者 汤恩比 阿诺汤比 他晚年的时候 就提过 好多次 他说 二十一世纪的 社会 如果要解决 我们人类社会的问题 可能我们要 要回归 中国的传统文化 孔孟的那种 思想 还有大秦佛教的 造法 他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回头给大家 他这个孔孟 大秦佛教 主要是 他主要是讲东方的 人文精神 包括这个 大秦佛教 汉秦佛教 那汉泉比 他就写了 十二卷的 这个历史的研究 Estatue issue 是一个非常 非常 德国望重的 一个历史 他主要是研究 人类文明的 那个历史进程 在这个技巧上 他就 他为什么这样讲呢 他说 二十一世纪的 人类社会 需要佛教 为什么 他 他遇见 他在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 他遇见 二十一世纪的 人类社会 科技非常进步 物质非常丰富 不过 压力也越来越大 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那个 自然 越来越 越紧张 就是自然 自然 就是人的压力 人的那种精神文明 跟不上 物质文明的进步 他建议 我们重归 重生 审视 东方文明里边的 大强佛教 汉全佛教 乃至到一些 儒家的 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的一些 一些论子 这样 就可以在 精神文明 与物质文明之间 取得更好的 平衡 就是在心 与物之间 取得更好的 平衡 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到 二十一世纪的 教育 非常重视 专业知识教育 我大学 念的一个 专业学科 现在发展 变为几个 学科了 就是有 学不完的 专业知识 那我们的 教育呢 就 不是有 很多的 时间 有很多的 空间 给 智慧的 教育 什么叫 智慧的 教育 就是人生的 智慧 那我们 在 大学里面 学很多的 专业知识 我们还有 很多的 烦恼 智慧的 教育 就是 叫我们 如何去 处理好 就是烦恼 那像 现在 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 有很多的 专业的 课程 那我们 现在有 开办一些 我们叫 知识教育 的课程 就是一些 普及的 一些 佛学的 课程 很 生活化的 那是 佛学的 叫什么 叫什么 你跟女朋友 吵架以后 你怎么去解决 你工业 你的工作 出了问题 失业 你怎么去 解决问题 跟父母的 关系怎么处理 那大概 这是 很实际的 生活的问题 总的方向 就是 除了 专业知识 我们也希望 能补充一些 人生的 智慧 让人 活得 更快乐 自在 其实 佛法 就是 智慧教育 这个重要 组成部分 前不久了 我们的 香港大学 还搞了 一个智慧教育 的研讨会 跟一些 外国的 专家学者 就是 除了 专业教育 以外 我们 我们 是不是 也可以 多补充一些 人生 智慧的教育 这个是 佛法 能提供 贡献的地方 最后一点 汉全佛教的 革中的 那个 毅力 现在 除了 在佛学院 可以 教学研究了 大学里边 也是 研究 发展 我们往后 十二场的 讲座 都是 专家学者 就是来自 各大学的 就是现在 我们也可以 在大学里边 去 去推动 就是 那些 宗教的 毅力的 一些研究 就是 总的来说 还是很有的 发展的全景 我就 大概在这里 总结一下 时间 占用了很多 有些地方 没办法 详细讲 对不起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李教授 对隋唐八宗的 精彩讲授 使我们对 隋唐八宗的 缘起 开宗祖师 所依经典 核心思想等 面貌 有了一个 全面的了解 相信大家 听后 也会受益 匪浅 不过 由于 今晚 讲座的 时间关系 我们就不再 开放 提问环节了 接下来 我们还有 十二场 关于八宗的 讲座 到时 大家可再 向这个 各位专家 学者 请教 提问 那么我们 现在 有请 精英法师 为我们 今晚的 讲座 做一个 总结 请 精英法师 法师 没有开麦 法师 没有开麦 李教授 非常感恩 就是有一个 好消息 就是我们 在新的 Zone 大概是 五百人 这个 现在我们 在新的 一直是 五百人 就是 如果说 更多 可能就有 更多的人 来 讲座 所以 你的法员 非常的 肃胜 真的很高兴 这个 我呢 说说 我的一个 经历听 讲座的 一个感悟 好吗 这个 跟大家一起 分享的 第一点的 句话呢 其实 听了李教授 的讲座 我都很 惭愧的 李教授 你很忙 无论是 教育 社会 研究 方法秘密 其实是蛮多的 就各个方面 但是呢 就是说 你这一句的 讲座 就是要 学术的 这一种 深度 厚度 广度 然后呢 用思想 就是贯穿 这个 它的 知识量 它的 信息 实际的 历史 地理 文化 非常多 这个 信息量 很大 给我们 去慢慢的 去学习的 这一个呢 我呢 就 也顺便 跟我们的听众 分享一下 我的一个理解 就是说 其实李教授 经理讲的思路 它就是 霸装 是怎么来的 这一个思路 他经理讲了 我就慢清楚的 原来我们 以为霸装 就是霸装 李教授 如果我讲错了 你就证 就是说 其实李教授 就是讲的 就是说 整个 从佛兔时代 一直传播下来 最后呢 我们就直接 气混到 佛兔到中国来 最初的六百年 李教授 是分三个时期 就是一经的阶段 因为你没有经典 佛教是没得传播的 所以从东汉 莫尼到西晋 从佛琴 他一场 已经都是私人了 后来转为官方了 当然最顶身的 就是唐朝 其实讲的 所有这些东西 其实说明一个问题 其实当初 并没有人想 为了创立中派 而创立中派 而是呢 以一经为主 学习经理为主 然后呢 有些人 对某些经理 特别有心得 所以呢 慢慢开始 就专门学习 其实中派的成立 是对某一经 比如说法华经 成为法华 法这个叫天台中 然后呢 对某一个类型的经理 就像一个学习小组 最后呢 自然而然呢 形成了 就是去母构 特殊领域的 一种专注的学习 后来就成为一个中派 那么中派 中国原来呢 也不是八个中派 比如像印度 印度一上来是两个中派 就是第二 第二支基地的以后 到了这个阿语王 不是阿语王的 而是阿语王的时候 翻成三个 不派佛教 都很多很多 最有名的可能是八个中派嘛 到了中国的去的话 其实也不见得就是八个中派的 原来比如说这个有八个中派 有九中 有十中 有十一中 有十二中 有十三中的 其实的这个当初可能更多 其实就是不同的学习小组 你叫做我个人 他们就是对母国领域的一种 母国经理学习了以后 特别有心的 后来出了人才 然后呢 人很多 就慢慢形成了中派 你教授今天呢 就特别讲的 就是隋唐 隋唐最后呢 最有影响力的 就是有八个中派 第二呢 就是有一个 李教授的分类 对我启发也很大 李教授是八个中派分成两个类型 第一个呢 以那义里啊 这个学姐啊 为主的 他去散乱天台 华音法下 第二个呢 是以修制 践行为主的 净土啊 立中啊 禅中啊 正眼中啊 等等之类的 而最让我感到吃惊的是 李教授 你真的是八重监通的 八重要 八重监要 一个多小时 能够把主要的药底 把它讲出来 一般 我没有这个本事 因为太多了 不知道从哪儿讲 要提抗激励呢 李教授 你真的做了大量的 这个工作为这个讲座 真正呢 其实让我感动呢 是最后李教授 你讲的这一个部分 其实我们不是为了 学习八重而学习八重 学习八重啊 它是有一定的情怀 或者说有一定的 责任感 使命感 这一个呢 我现在真的有启发的 这一个呢 就是问了你学什么 必须要落地 必须学以制药 必须呢 真正的能帮到 我们的人生 帮到我们的色归 它这个落教顶 如果没有了 然后呢 只是 去下压宝塔 就为了学习 佛教的 名相经教而学习 这一个呢 其实 可能效果不是很好的 这个其中呢 李教授最后一部分呢 它就是 给我们说些 今天我们的这个学习八重 其中呢 是八重建行也好 然后呢 我们就是状态交流互建也好 但是有一点 我估计李教授 我们能想古人学习的是 应该就根据此时此刻 当下 社会 或者人生的需要 应该呢 学有所忠 就是一个学科吧 比如说像我们的 佛教心理学啊 佛教管理学啊 这个佛教的社会服务啊 佛学的应用啊 就是一定要有 学有所忠 学有所忠 这一个 这一种 其实我们可以 创立一些 新的学科 当然这个 最原始的 智慧的源泉 应该是 从八重来的 这样的计划呢 用新年人的语境 针对新年的人问题 解决此次此刻 当下的 这个人生问题也好 社会问题也好 人与自己啊 人与他人 人与社会啊 人与这个 这个方法命名啊 这种冲突 那么呢 我们怎么样能够 培养一些专业的人才 包括像人机关系调节啊 所有这些呢 都应该是中派的精神 就学有所忠 学有所忠 学有所长 任何有针对性 这一个看看 我们这个 驻海学院呢 就是讲的一些这方面 我们会更加的努力 最后呢 我是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李教授呢 就是这么多年来 他提他一些东西 以前我还不是真的很理解 现在呢 我理解了 李教授不是书呆子 他这个 他做任何东西 他是有 通过他丰富的人生体验 然后呢 他一定是有一个指柜的 比如像我们驻海学院 佛学研究中心 当初呢 李教授就定下来 以汉传佛教为主体 那么呢 汉传佛教不是 全都把八个中派 拿来一个一个的讲解 而是呢 以八中为一句 八中的经论为一句 其人的研究成果为一句 然后呢 中邻叫应用佛学 Applied Buddhism 就是应用古人的智慧 然后呢 针对新界的问题 有一定像problem solving 就是问题倒下 这样这个呢 应该是应用佛学 最重要的一个指挥 这也是我们新界呢 鼓励我们的老师 就是不管你叫什么 一必须把基础的理论 要掌控好 第二 你基础的能掌控好以后 而且呢 要强调它的实际的社会效用 只有这样的句话呢 社会也需要佛教 其实佛教呢 感觉 李教授特别强调的 人生智慧教育 处理好各种烦恼 人生的各种麻烦 这个强调的怎么样去平衡 心与物之间的这一种 这一种关系 这一点呢 李教授特别感谢 因为生起立行 这个你不但去诉 而且呢 你真的去住 而且这个大概最近二十多年 真的有机会啊 这个跟随你一起来 我们就创建香港大学 富士研究中心了 朱凯学院了 包括你现在也是我们保宁传师的顾问 那么呢 保宁传师威脸的文化教育啊 我拿从我个人来讲的句话 我就知道我们未来的文化教育不仅仅是一个门子啊 表面的这个 然后呢 我做这是一个形式 为什么做 大到什么样的效果 可能还是要有点责任感 使命感 还是要有一点社会情怀 这个有一点担当 那么呢 当我们做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学习佛教啊 可能就能落地 这个是我今天啊 最大的一个收获 你教授特别感恩你 真的 这个要消化的东西特别多 你的各种表格 一个表格出来 我知道要多少功夫 这个不简单的 这个 所以 我们汉宠佛教 这一次就是八中的这个讲究 你教授给我们做了一个 很好很好的一个开头 我们其他的 是对个讲究 我们都是请各个高校 著名的教授 包括北大 清华 南大 东南大学 就是还有台湾 两岸三地 我们现在慢慢开始 做国际化 然后呢 我们尽量的就是说 请一些这个方面 包括洪雪冰老师 我请他一个就答应了 这一个都是 是目前我们最顶级的 这是教授专家 这个 所以呢 我呢 就尽心了 见你教授这一次啊 一起给我们就是开头 开到这样一个好头 然后 这一个讲究 一定 大家会有收获的 好吗 然后我们大家呢 如果有了可以了 可以开个视频 给你教授啊 谷歌掌 然后呢 表示感谢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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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教授 我这样跟你讨论两分钟 请教一下啊 古人 听见了我们 佛教教育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很多的佛学院 他们呢 就是 做课程的时候 人人是以中派为导向 宣传某个中派 我个人觉得 我们现在慢慢开始 以中派为依据 人和呢 应该创为 新时代的学科 就新学科 我觉得 佛教的新学科 针对目前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 会不会有偏 我同意 因此你刚才讲的 我们本 本科教育 能听到吗 我听到非常清楚 本科的造语也好 受试课程也好 我们 希望 给同学 分享的 就 不单是 一个中派的 一些学法 也希望呢 他能也参考一下 其他中派的 毅力 其他中派的 一些 一些 做法 一些 修行的方法 都可以 全面一点的 当然 那个 中风是要 传承的 不过 现代的 现代的教育 我们都主张 多参考 多参考 各方面的 有关的 这个 知识 让自己的知识面 让自己的 那些 研究成果 更 更合乎 整个 发展的 需要 但是呢 宏观一点 还是 好 尽管呢 你有个 你有个 自己的中风 你有个 自己的 立场 或者也多了解一下 其他的 中派 好的 特别感恩 李教授 好的 感谢金音法师 对讲座的 精彩总结 和对这个 学风目的 意义的 精彩开始 那么 下面呢 我要为大家 预告 第二场 讲座 天台宗 新药 的有关情况 那第二场 讲座 是于 4月23号 晚7点 至9点 举行 主讲人 主讲人是 珠海学院 辅学研究中心的 赵定华副教授 那么 如意查询 本讲座系列的 详细信息 请大家浏览 珠海学院 辅学研究中心的 官网 及其微信公众号 和宝连城市的 微信公众号 好了 那 汉传佛教 八宗概论 第一讲 随堂八宗 现在圆满结束 感恩各位的参与 祝大家夜梦吉祥 感恩 你教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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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辛苦大家了 谢谢 谢谢 谢谢